韓國人邀請到我的大陸房仲 李佳 跟大家打聲招呼好不好 大家好 你看李佳真的是非常純樸的一個房仲 我以為你會噼哩啪啦的 給我拼命的話術 結果沒有 他反而還勸我是說 這個我覺得怎麼樣 給我一些建議 還不是說一定要 給我看一套就想要交易這一套 完全沒有了 而且我今天要訪問李佳的時候 李佳還是說我不會講話 因為我相信他應該都是看到抖音上面一些 房仲很誇張的方式 其實當然每一個人有自己的節奏 我就很喜歡李佳的節奏就是告訴大家 真實就好了 反正你喜不喜歡 最後喜歡就會找李佳 所以今天很重要 這個重要的也就是要幫韓國人 還有幫非常多台灣民眾 解非常多的禍 因為平常都是我在講 可能人家不相信 我們房產專業的李佳 直接幫忙解釋 今天我們把台灣長年來 對於大陸的這個買房 或者是房子住宅的誤會 我們今天一次解開 首先我剛才也有跟李佳講 也有給你看到留言嗎 有沒有很驚呆 對 還有一些 就蠻出乎意料的 就是可能對這邊有一些誤解 就是我從我的一個方面 可能不是很全面 我盡我所能解答現在現行市場的一個情況 尤其我們最疑惑的一個點 也是台灣長期操作 也就是大陸我們買房有分70年產權 還有50年還有40年 重點來了 這個也是台灣最多的錯誤資訊 我也解釋很多 此經驗我們還是請房仲親自來講 請問一下 如果今天我買了大陸的房 然後70年產權 那我住滿70年 是不是就會被趕出去 這個請放心 70年產權只是針對這片土地使用權是70年 假房子它是獨立到個人的獨立產權 你有一個房本呢 上面有誰誰誰共有 這個房子永遠是你的 無論是70年40年還是50年 你有這個房本上面是你的名字 是獨立產權的房本 這個到期了之後 這個房子永遠是你的 如果說後期涉及到要拆遷 或者政府做其他用 徵用你這個房子的話 它需要進行一個賠付 按照當時的一個市場 有一個賠付標準的 絕對會比你當時買家的這個值 可能我現在沒辦法預估 不會說大的一個差距 就是杭州很多 就是有拆遷戶 不知道你了不了解 靠拆遷它的房屋 發家致富的 以後爆發戶就是這樣出來的 對對對對 可能有一些誤解 杭州是有一種是叫使用權 使用權它是不是說 獨立到你個人的產權 使用權它是說 使用到多少多少年之後 你只有這個期間的一個 使用的一個權利 但房屋並不屬於你 可能大家跟這個有一定的一個誤解 杭州是有一些土地 它是有使用權的 相對較少 所以還是有區分就對了 對對對 使用權它是沒有房本的 或者房本是一個大本子 假如這一棟寫字樓 這一層它是一個大本 分割成多少多少戶 有個使用權的一個協議 對 那這個是辦不了獨立的產證的 哦 所以還是有分了 反正你買的時候 跟你的房仲談好 或者是找我們李家 然後李家都會跟你說 這個狀況是什麼 有很多客戶也會問我們 這個是不是獨立產權 對 是獨立產權的 可以辦成房本的 你就放心的 這個是可以 就是後期假如說 要征用這塊土地 是有一定的標準賠付的 對 不是說房子到期了 你就走吧 這個 對 因為這真的很多台灣人 都會覺得說 你看你在大陸買房 反正房都是國家的 就是你70年 你只跟它租70年 那70年一到你就要滾蛋了 各位這完全錯誤 就像我去解釋是說 大陸為什麼要有70年的這個產權 那房子剛剛就像李家講的 這個就是你的了 然後它如果70年一到 它對這塊地有規劃的話 它也會幫你用現行的價格買回 也不會說用好像 你剛開始買的那種價格 然後買回 不符合市場機制的 它會根據現行的標準 就是杭州它會有一個地價 其實就像很多人 靠這個來發家了 因為這個你就不需要找 人家幫你買房了 就政府直接 政府直接征用了 對 因為我的一個解釋方法很簡單 就是說 其實這樣的制度 也只是說方便政府 能都市更新的更快 更有效率 對 對不對 也算吧 房子變得老婆小了 也不利於居民的一個居住 對 不安全 所以它會設定每一個 開發商拿地的時候 它規劃這一塊是住宅用地 它住宅用地的性質就是70年 商用地的性質就是40年 這個樣子 對 所以它到期了之後 可能一些設備各方面 會有一些不太適宜了 它會進行一個拆遷 假如說不拆的話 它可能繼續累積 你可能交一個土地出納金 你們聽到大概是多少 講個例子就好 因為其實杭州它屬於一個 其實老城慢慢變新的一個過程 尤其我們這個板塊 它是新城 15年以後才發展起來的 它還沒有涉及到說 要到70年 要到40年 對 公寓就算公寓也說 它也沒有 只是說深圳那邊是有線型的 它有公寓已經到期了 它一個標準 大概50方的話 當時有個文件 我覺得現在可能太久了 我找找看 它其實它也就是幾百塊錢 不到一千塊錢 四五十平方 對 可以再十年 再繼續 然後再十年後 如果政府還沒有要去徵收的話 那再續 對 類似這樣一個標準 我在上海有看過一個很好玩的 賣房的宣傳 就說我們這裡是這個準備的拆遷房 看過 可能有一些小道休息 覺得這一塊地啊 可能近期有什麼打算啊 還怎麼樣 會有一些人來購買這種老破小 等著拆遷 對 各位 你看這個就是剛剛李嘉講的啊 為什麼有些人可以靠大陸的拆遷 就是新的規劃發家致富 你看這個生意都已經做到有人在賣 有可能這裡要拆遷的房 所以台灣朋友你們還要覺得什麼 住七十年 就要被趕出去 好 剛剛講是七十年嘛 那有些比較稍微懂一點點的 他可能還知道什麼大房本的概念 好 那假如比如說我們台灣人來這 買個四十年類 商用住宅 也就是我們年輕人比較常看的 對 那也是一樣的狀況嗎 也是看他有沒有一個獨立產權的一個 好 那他有的話 有的話這種就是一個可以獨立到戶的 對 有獨立產證就說明可以獨立到你個人 這個房子是屬於你的 對 還有一個依據在 有一個憑證在 對 那像這裡我們現在也就在一個公寓樓裡面嘛 這也是四十年的嘛 四十年的 那這個有嗎 這個有的 好 那假如用這個來打比方 因為這一戶來說的話 他四十年的話 那他到了 也是如果沒有新的規劃 政府沒有新的規劃 沒有去徵用 沒有跟你買回來的話 也是繳一筆錢 對 繳一筆 就是幾百大概幾百塊錢的一個土地出賣金 現行標準是這個樣子的 然後再繼續住下去 對 那我想問一下 那應該也有人聽到這個 開始就疑惑說 那假如七十年到了 然後政府也沒徵用 好 你也繳完出納金 那這樣房子好賣嗎 還是反而會 也蠻好賣的 是因為人家就賭看看 有沒有可能度更 其實可能一些 就是小城市會有一些顧慮 你房子老舊了 政府也沒有一些大的規劃進來 你房子可能就砸在手裡了 對 杭州一線 準一線城市 對 新一線城市 這種你可能放開心 你看周邊的一個配套在這裡 對 它不會說把這麼核心的一個地段 後期就方位在這裡 它不去籌劃 要麼就是房子不太適合 因為七十年以後 對 又有新的工法 對 政府是不會把這麼核心的一個地段的 那個房子就拋棄在這裡 不弄了 對不對 對 對 而且我現在一直有一個疑惑 因為我覺得像你說這種房型 尤其我們從外觀看 基本上就像一個大飯店 大的購物中心 其實坦白說 要未來再新的規劃 要再拆 我個人覺得那可能是 譬如說 杭州要辦一個奧運 假如這整塊地要變奧運場館 有些人可能想要賭桌 看看可不可以成為拆遷戶 其實我個人覺得都不太容易了 對 因為我覺得這裡已經 這個樣子已經很新了 除非要百年後 其實你說未來會不會拆遷 會不會有新的規劃 就跟一些大陸朋友常跟我說一樣 就好像在賭那個 賭那個機會 看看你的命運 反而你們知道嗎 有些台灣朋友還覺得 在大陸買房 是好像這個房子都不是你的 從這一點我們從前面解釋 這就是一個錯誤的想法 房子只要像李嘉講的這個 有獨立的產證 那這個房子就是你的 那你住滿這個時間內 那政府只是要方便 有新的規劃都更 當然你70年前的房子 可能很多的工法 可能不符合現代 這個可能都有因果關係 但是這也不一定 一定你的房子 就能有機會都更 因為有很多大陸朋友 也很渴望他的家能都更 但還是有一個Key point 今天大陸現在整個房地產的機制 也非常完善 就像這個李嘉有說 他整個杭州 其實你是看得到 這些真房源在賣的對不對 你們是有共通的那個什麼 對 我們有個平台信息是共享的 就是你想找哪裡的房子 我們是有這個資源去幫你尋找 幫你去匹配的 對 所以不是說 好像我這一區就是我一個人獨攬 那一區就是他一個人獨攬 現在已經都是這種透明公開的方式 對 信息共享透明的 大家有什麼問題呢 可以歡迎隨時留言 我可以解答到 我會直接解答 不可以解答到 我去諮詢到答案回答大家 對 所以就是我很喜歡這種樸實的感覺 沒有太多話術對不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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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如果喜歡今天這集街頭半戰 然後也支持我們的房仲李嘉 謝謝 有任何想法還在下方留言 我們是打架和講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拜拜 這集再見 拜拜 這集 notified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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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owe